在陽光折射下多層色顏色 這樣的美景 讓不少攝影愛好者 來到南投露骨大崙山取景 但也讓民眾投機 趁屋主不在家 偷偷潛入民宅屋頂拍照 看環境現在 還有椅子喔 兩男一女手拿腳架和攝影器材 正大光明的翻牆進入民宅 走上頂樓 把別人家當成了自己家 一群遊客晚上十點多 在停車場外逗留 看茶園屋主不在都開車離開 但其中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趁四下無人翻牆進入屋內 接著走上樓梯 來到二樓廣場拍起照來 三人手拿相機腳架和摺疊椅 非常專業的在屋頂拍照 很盡興拍了四十分鐘後 三人滿足的離開 屋主事後看監視器才發現 屋子招人入侵 希望各位如果盡量 能夠在附近拍 或者是商家有開 你再上去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漂亮的雲海景色讓南投露骨 大輪山 宣明大噪 更讓這三人不顧一切翻牆 進入民宅也要拍到美景 經過清查 雖然屋主沒有財務損失 但私自進入他人民宅已經觸法 屋主不打算提告 只希望遊客能夠尊重私人區域 不要為了拍照吃上官司 記得蔡玉凱 南投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